保姆带六个月宝宝从不尿裤子,妈妈看了眼见口哭了出来,现在很多人,轻人都会带孩子,而伤透了一个脑筋。 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哪都不喜欢带孩子,因为带孩子是非常的费神的一个事情,所以很多人都想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去带,但是自己的父母带呢又不放心,毕竟时代在进步。 如果按照父母老一辈的思想去教育孩子的话,很可能就会把孩子给教育不好。 柔女士孩子已经六个月大了,平时那也是非常的听话,柔女士想着现在生完孩子已经半年了,现在是否是自己要出去工作呢? 毕竟自己的一辈子不可能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,那么自己不就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了吗? 所以在半年的时候呢,柔女士也是想找一个保姆,将自己解放出来。 那女士也是很快的找到了一个保姆,自己又成功的成为了一个上班族。 为了自己的事业打拼,柔女士对这个保姆也是非常的满意的。 因为这个保姆对待孩子的态度是非常的好,每次回来之后,孩子都非常的干净。 而且在屋子里那都是睡得非常的香的,自己哄孩子的时候,每天孩子都要闹到好晚才睡觉。 但是保姆一哄她就睡,这点也是柔女士非常满意的一个事情。 不过,经过半个月之后,柔女士就感觉不对劲,自己照顾孩子的时候,每天都会有尿不尿失的。 但是这个保姆照顾孩子呢,却从来没有尿失过,柔女士也是非常的不放心,于是就看了一眼自己家里的一个监控视频。 一看不打击柔女士也是哭得气不成声,原来在她们上班之后,这个保姆就把她儿子抱进了厕所。 而且就这样把她儿子放厕所里一天,让她哭让她闹,等到她们下班回家呢? 这个保姆才把她的儿子从厕所里放到床上。 这个时候一个小孩子肯定是睡得非常的香的呀,柔女士也是直接开除了这保姆,并且选择了报警。 这个保姆那些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,对于这件事情,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